那我们这段肯定是不能播的 就像我一二年采访的施明德嘛 他就给我讲了 他在狱中所经受的那些非人的折磨 然后我会觉得那些东西在 对岸仍然是存在的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乱中有序爱台课 我是山关乱 我是RICO RICO 其实我们上一期开始 这一期聊的应该也算是中国的禁忌故事 最近有没有什么关于禁忌的报道 最近的话毕竟岁末年终了嘛 要过年了 那关注中国局势的这个舆论呢 最近有推出就是 中国年度的热词或者是敏感词 这个应该蛮好抓了 然后就来反映最近这一年中国的社会现象 那大家讨论的话题 最近一致都认同消失 这两个字是非常贴切的年度热词 因为其实在中国就是一个人被消失 被敏感被封杀 应该是就至少就是从我开始出社会以来 每年的持续不断的 比如身边好多人成为政治犯啊两性犯啊 要不然又被抓被流亡被婚杀啊 这太多了 那关键是今年的这个被消失 有点意思就是今年被失踪了 太多高官了 对对太多了 秦刚现在还不知道去哪了 对不知道 然后对李尚博对吧 对啊 而且就全部就火箭军 因为基本上高官全军覆没了 对 所以我觉得消失这两个字 很适合代表2023的总统 对正好呢 正好呢中国今年整个经济啊 他整个什么啊 也都从很多榜单的地域消失了 对啊 人口人口被印度赶上了 对对对 然后中国操持下的香港啊 也从这个经营中心的 消失地位没了 各种消失 对啊各种消失 对对对 其实今天啊也是 我们今天要请来的这个嘉宾 好像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啊 也是和这个消失有关 当然了 其实我不太赞同把它放在一个 消失的这么一个标签下 因为他是一个 也是算是我的媒体界的一位引路人 而且是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介于文化人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后知名媒体人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标签下 而且他应该是最早报导台湾的 一位中国知名记者 然后他长期在香港待过 也曾在台北待过好像半年还是一年 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双成记 写的就是他在台北和香港 生活的经验和对两个社会生态和文化 政治的观察 在中国引起了非常非常好的反响 当然了他被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也是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圈子 影响了特别大的事情 就是他曾经被消失过 好像是半年多 就是当时我们都认为 这样一个这么温和的一个知识分子 这样的就是理性务实的一位媒体人 竟然也会遭到如此 残酷的触不及防的 就是超出你想象的这种打压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 而且他在香港也当过 也做过媒体 所以我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到的是一个 在两岸三地都非常有名的媒体人 同时也是他身上也是这么多年 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 遭遇的一个缩影 当然了他现在也跟我们一样 在海外 他现在今天从日本来 也是从这次来台湾官选 所以我当然一定要把他抓过来了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中国著名的媒体人 知识分子文化人 也是非常好的台湾观察者 贾佳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欢迎今天的贵宾贾佳老师 大家好 我是贾佳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他的头衔了 中国著名的文化人 媒体人 以及曾经短暂的 也不算短暂了 就是曾经被消失过的一个媒体人 所以我就说其实贾佳老师 其实是我们整个过去二十多年 中国的文化界媒体界的一个缩影 就是不管你再光鲜 但是它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 那就是那头房间里的大象 所以呢 当然我不知道就可不可以 请贾佳跟我们简单聊一下 你2016年发生了那一场事情 就是你 哪怕你觉得说过头了之后 你可以让我们剪掉 没关系 就是2016年我不是在台湾官选吗 对 16年官完选之后 我就去美国过年了 然后在美国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 国内有一家媒体 就无界新闻 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 不应该出现的文章 那篇文章是 是呼吁让某个人辞职的嘛 对对对 那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之后 就觉得很震惊 因为无界的无界的总编辑 是我过去手下的记者 当时 欧阳嘛 无界他是属于财讯集团 财讯集团就是财经杂志所在的集团 他当时主要是还跟新疆网信办合作 他其实是一个办官方的媒体了 我就提醒这个总编辑说 怎么会有这么一篇文章 他当时就特别害怕 就把文章删掉了 但是事后仍然引起来 这个非常大的一起媒体的骚动吧 就是无界有好多人被抓了嘛 然后我是属于被连带 然后也进去了19天 然后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了 因为他们自称自己不识供电法 我事后也曾经讨论过说要不要管 没有法律手续 但是也连人都不知道是谁 19天 对 所以就是当时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现在 因为你也不是无界的 你只是因为通知了他们 不是因为我大概是大陆 微信账号里面最早转发的那篇文章 因为我是转给他看嘛 说什么会主就这么变文章 对 他们是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到说 我是最早转发的嘛 所以就是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一下 他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是什么 他对我人生的影响 就是我过去 就是你刚才讲房间里的大象 就是他那个阴影 过去你是在纸面上明白说 这是房间里的大象 那个阴影会遮到你 你会感觉很寒冷等等 但是你自己亲身有经历的话 就会觉得说 原来不只是这样的 就像我一二年采访了施明德嘛 他就给我讲了 他在狱中所经受的那些非人的折磨 然后我会觉得那些东西在 对岸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上一次采访的是慕容雪春老师 他只是受到威胁 然后这是一个真正的 精神经历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就是在聊这个媒体和文化 这一块 其实你曾经就是或者你活跃的那个时代 就是中国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 比较活跃的时代 然后那个时代也被认为 就是那个时候的工资 或者说现在的话来说就是KOL 有主导权的时代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氛围 虽然我们有时候也在说 你是影响力是党产 那么就是迟早的会被收回去 但是现在几乎就已经完全连最后这点空间都没有了 你会觉得他的遗憾吗 还是说都一样 其实我做媒体是02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那是黄金时代 像陈秋红说那是什么金子般发光的时候 几乎是所有的报道都可以发出来 那除非除过那些他们高层见不到人的那些东西之外 就是关于民间的这些东西还是能发出来 比方说像矿难啊 像地震啊 这些灾害啊 或者是像一些司法不公 像比方说孙志刚那样的案子 你都甚至是可以去撼动立法机关的 孙志刚案之后03年不就是把那个收容潜存条例给废止掉了吗 后来农业税也废止掉了 就是你那时候做媒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你写了什么东西发出来会对这个社会有改变 那个改变是看得见的 就比如说05年那个复兴矿难死了214个人 我写了一个报道 就是质问说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 没户口的赔7万 为什么矿工里面会出现因为户口原因 而导致赔偿会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 这感觉命都不一样 对就是人命就同命不同价 同命不同价 那后来就是 当然我那篇报道我怀疑是没起作用了 但是后来在矿难当中 好多赔偿慢慢慢慢这个标准提高了 或者是说也引入了保险制度等等 它还是有改变的 再比如说我原来报道过的一件 一个新闻就是邯郸市十年化的亲人市长 因为邯郸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官场跳板 只要你做了邯郸市委书记 你一定可以做河北省委书记 是邯郸是一个河北的官场跳板 为什么是邯郸呢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去采访了呀 我当时去采访了 采访了就发现说 邯郸市长是一个默认的河北省内一个官员调动的 这么一个快速晋升通道 就好多人其实就是去邯郸历练之后 他又可以高升 或者是高升石家庄的市委书记 或者河北省委书记 邯郸是十年七任市长 这个是不符合干部那个任务条例 以及不符合这个组织人事法的吧 采访的时候 他们当地就很坦然 人大主任啊 就说反正人大选出来 但人大又没办法监督他们到任期啊 我说按道理就五年任期嘛 你让人一个市长干嘛 否则的话一个市长怎么可以 有长期和延续的这个施政呢 他说我们人大说了不算 就直接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这不就是我要的吗 然后我们人大说了不算 那意思就是说国会说了不算 对啊 党说了算 人大说了不算 好吧 那在那篇报道 那篇报道后来是被廖长周刊发了嘛 发了之后呢 韩南市差不多有两届是比较稳定 就是至少做到四年 或者做到五年啊 就没有那么频繁的换了 因为他们发现 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报道出来之后 新华社跟人民事报都讨论过说 干部任期是不是要更加稳定才好 而不能随意的去调动这个地方干部 因为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施政效果嘛 等等等等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新闻会觉得说 哎你发出去之后好像还有点 真的可以改变一下 真的有点改变会 真的有点反响 再比如说 我是大陆最早做台湾报道的记者 05年连战登陆的时候 以及反分类国家法的时候 开始做台湾报道 那时候我们做台湾报道 然后 然后 稿子发出去之后 那时候就只能上什么新烂网 搜货网这些 你会发现网友会在底下评论说 哦原来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那种有个恍然大悟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网络的审查 也没有那么严格 就是很多台湾的报道 是可以在大陆是 畅通无阻的 就比如说 国务交费案 之后的施明德 那个倒扁运动 天下为公嘛 然后 那个是 前天后我们做了有 七八篇报道 专访施明德 专访那个 范兰青专访 好多那个 参与活动的人 嗯 就看到网友在我们那个 就看的那个网站的 下面留言说 哦 把开到站了 然后去 去反这个 现任的总统 他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体制居然可以容忍 有百万人上街 那百万人上街 在大陆是一个 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 因为上次 百万人上街 是什么时候 我们都知道 所以就是很 很明显能够想到说 政治体制的不同 尤其是 尤其是我们在 从小到大会 经常会听到 一种论调 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了 不适合搞民主 那突然 有一帮中国人 通过媒体 就发现说 哎 台湾 好像 已经搞得 对啊 还不错的样子 对啊 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 对 所以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 和中国的未来 有一种 想象 就是台湾报道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就在这里 就是对于大陆 人来讲的话 看到台湾报道 可能最大的意义 就是这里 我在凤凰的时候 曾经跟我们那个 跟黄长进 和宋刚老师 聊过 我说做台湾报道 其实我就做三类嘛 一类就是选举 一类就是 就是国会的日常 立法修法 这些东西 还有一类就是 台湾的这个文化状态 比方说出版 比方说新闻之类的 那当时我们做过几个牛逼的报道 还有什么 解除报警 20周年的纪念 开放党禁 20周年的纪念 全都是公开发出来的 而且 我还挺自豪的 就是在凤凰的时候 我还干过一件什么事情 我当时马英九当选 那天晚上国际记者会 我是第一个提问的记者 问了他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大陆的政策 一个是会不会访美吧 然后为什么是第一个 就是苏俊斌进门 那时候踩到了我的脚了 我就很疼 他那皮肩很厚很疼 然后我就很痛苦的表现 表情就很痛苦的叫了一声 然后苏俊斌就开始点记者嘛 然后我就马上举手 他可能想补偿我 他可能想补偿我 就点我嘛 我就是国际记者会 第一个提问的记者 然后就 马英九就回答了 第二个问题 他很明确 但第一个问题 他云上勿招说了一大堆 那我就回到 北京之后写的报道 把整个选举的流程 还有包括访问什么 反正就发了十几个配置 那是凤凰做最大的一次台湾报道 不我要说的是 后面的重点是 马英九就职演说的时候 我当时跟我们总编说 我可不可以发 就职演说的全文 然后总编说 你拿来给我看一下吧 拿来给我看一下 他说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这两句是不是有点 太刺激了 这个都不行 中华民国是不可以在 在大陆的印刷品上出现的嘛 我说这个理由 你做职门你知道吗 你这个华都不行 对啊 他一看说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这两句话是不是太刺激了一点 我说是这样 要不然咱们把它全部改成凯体 不要用宋体 改成凯体 表明咱们是全文引用 也不要加引号 就把它全样板保留 然后或者说最后 在前面做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马英九的就职演说 我们不加任何的那个 就是语言文照发 哇 还有这种技术手段 反正都有社长跟总编 就讨论了很久 他们决定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嘛 最后 后来呢 之后就发出来了 还真的是这样的 对啊 马英九就职那期就 他的就职演说 是在凤凰中华上 全部发出来的 最后两句话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为什么 没有被追究吗 这一期 没有被追究啊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 还是在新闻上 还是买开放 因为大陆媒体 有不成本的规定啊 就是你不可以提到 台湾的这些机构的 正式名称 比方说你不可以提行政院 你只能叫行政当局 你不可以提立法院 只能叫立法当局 或者立法机关 你不能提总统府 只能叫台湾领导人办公室 那总统府秘书长就变成 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 很诡异嘛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一开始就是 还执行 一开始还讨论过说 我们在提到总统府的时候 要不要改为陈述院办公室 当时我就说 不要改 加引号可以 但是你要把它改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嘛 就是读者也会造成这个阅读障碍 到后来放光中刊争取到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权利 就是说行政院立法院 监察院 监察院这些都不加引号可以原文造法 哇 那是08年哦 哇 我是06年开始开始做风中和台湾编辑 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约请了大量的台湾的媒体人和作家给我们写稿 他们肯定不会有审查嘛 对啊 那原稿过来的话 我们也 我就跟总编辑 argue 我也不能不好意思改人家 这样的稿子 比方说你把一个台湾作家给你的稿件里面的行政院改成 叫行政当局办公室之类的 我说那个作家会给我掰的呀 他会觉得 可能以后不公稿了 对 他会觉得莫名其妙改他的稿子嘛 好了 那我们就争取到很多权利 就 就保留 但是 到2012左右的时候 就2012左右的时候就是 对 就是2012年来是选举前后吧 那时候已经不在凤凰了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慢慢遵守那个 所谓的称谓规定 比方说有立法院行政院开始加营 就开始有硬性的规定了 对对对 其实对于大陆媒体 就是别的媒体是一直是有这样的规定 那凤凰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特权 他毕竟好像跟香港那边也能挂钩 对对对 他毕竟名义上是在香港注册 但其实我们编辑不是普通的北京 对对 所以 但是我也感激说 那个时候 我的领导 总编辑社长他们 都比较体调我对于台湾报道的那个定位 就是说 我就是报道选举 报道立法 报道立法声明 然后就报道台湾这个文化跟传媒 别的我也 别碰 他们认为说 这才是对大陆读者 有价值的东西 对 否则你报台湾的别的 你说 你说像台湾媒体那样 报道哪家牛肉面好吃 哪家那个煎包好吃 这个是 没意义的 一定是报道大陆所 没有的 就是能够应称到某些东西的 对 所以 其实这些我突然 但我特别感慨 就是我经常跟朋友 包括跟观众说的 我就说 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接受到的 尤其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接受到的关于台湾的信息 其实已经是被筛选和编辑过的 哪怕像凤凰这样 已经争取到了极大的空间 所以我也想问你的就是 对于 不管是对于两岸来说 哪边来说 施明德的去世 他是否代表着一个 时代的结束 我也不觉得说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 所以就是党外 那个时期并不远 从70年代到现在 那还是有一些 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我觉得可能 跟大陆不一样的 就是 大陆在这个 比方说从文革后的 到80年代初 到64 等等这些历届运动当中 好多还在世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他没有办法公开采访 或者留下他的回忆录 那台湾在政党轮替之后 关于远到228 进到这个党外运动 他梳理了大量大量的资料 做了口述啊 访谈啊 还有这个资料汇编啊 等等 我昨天在一家 那个书店里面 看到整个一面墙 都是关于228的资料汇编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 这些先辈和先驱们 其实 他的留下的那些文字的部分 是重要的 就是 司研生他在去世之前 他已经接受了很多次采访 他自己也写书 也有那个 回忆录之类的 那么 他作为那个象征的符号 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就好比就是说 你说现在有 你像方立之先生去世的时候 他是六四比较活跃的 一位领袖嘛 那六四还有那么多人在 我也没办法 我们也没办法说 因为方立之去世了 就一个时代结束了 因为司研生 他去世了 还有很多依然参与了 党外和那个反对时期的 那些老人家也在 我觉得还好 基本上你都快凋零了 你年轻人也不一定记得他们 不重要 年轻人要记得他们的话 我觉得电视投票也不会这样 这个说到重点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是老实说 我们人家都说民主富二代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民主旋律了 然后是越走越好 我们没有经历过戒严 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白色恐怖事情 所以大家反而对于民主这些事情 没有那么热衷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像是在参加音乐季一样 每四年一次办的大型游戏 然后只是为了热闹热闹 然后去看当下的情境 然后看风向在哪里 我们就去靠近 或者是去踩着一个 我就是要反对最大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反而我身边很多朋友 我问他很多问题 是包括每一个候选人提出的证件 他们都不知道 想不到能源政策好了 三党的能源政策你了解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才是应该要被讨论的吧 可是我身边很多人 他们抛弃了理性沟通 他们让情商 就是情商很差 他们就是宁愿要跟你找架吵 他也不跟你好好沟通 我发现我身边的 有一些比较不理性 每一档都有 这个在媒体人看来 是不是一种 就现在这种媒体传播的方式 带来的一种情绪反应 还是从来其他 首先我们不能批评选民 他们投谁都是对的 对吧 选民投谁都是对的 我们没选项的人 对 然后其次是什么 其次就是刚刚 他讲的有一点 我觉得是跟我的感觉是类似的 就是年 200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他生下来就在民主这个环境当中 第一次这档轮替嘛 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都会有那种反对的冲动 这个反对冲动在于什么 我从小学到我有投票权 怎么都是这个党在执政 要不要画画 画一下可能还蛮好玩的 就是有一种好奇 有一种 比如说不上哪里来的那种 荷尔蒙式的不满 我把它称为荷尔蒙式的不满 然后就画一下试试看咯 但这次选举 我觉得其实是这几次选举里面 唯一一次外界议题比较少的选举 所以比较好比较好的时机 去讨论台湾的内政嘛 就是说几对候选人的 这个对国家政策 可是我觉得没有 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这次选举吧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媒体 或者是自媒体 其实大家会比较认真 应该比较认真地去讨论台湾的政策 就是2020年是香港问题嘛 对吧 在之前是这个中国问题嘛 就是始终有一个 非台湾内部的这些因素 在影响台湾选举 就是台湾可能是世界上很少见的 就是你的内部选举 其实经常去涉及外部议题的 别的民主国家 每次选举都是亡国感 对别的选举你去看 就是说老百姓要不要加税啊 要不要同行列法案 要不要通过 全都是内政问题嘛 那只有台湾跟韩国是不一样的 韩国每次选举都会涉及朝鲜问题 都会涉及朝鲜问题 每次选举都 你的朝鲜政策是什么 你的北方政策是什么 那台湾是一样的 就是16年之前 每次选举都会说 你的大陆政策是什么 对吧 它是有外部议题的 那其实今年2024年这次选举是 几乎是没有外部议题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我们观察了很多 而且又是一次台湾政党轮替以来 第三连任 第一次三连任 其实很好玩 对 但这次连任就是真正 我觉得感受到一种 我们想看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想看到的 那种叫有效率的制衡 你这次虽然不是参加什么官选团呢 你也不是来刻意官选的 正好因为他们来官选了 所以你朋友就是离你很近的时候 你就过来 然后也勉强算官选吧 因为你来了不得不观察大选 被迫观察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这是台湾 就是台湾的大选 跟海外的华人 就是关心民主自由 然后希望就是翻转中共体制的这些华人 到底有多大关系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现在对于很多 可能台湾年轻人来说 你不算了 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就觉得就是 我们反正是两个国家 你们中国人 你们要民主自己争取去 不要把你们的想法投射到台湾 自己国家自己救 就是反驳王志安的那段 对啊 所以就是那么你看来 就是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 跟台湾的大选关系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就是08年我第一次来看选举 看完之后 还蛮激动的 蛮激动的就是说 就我刚刚给你讲的另外一种想象 其实那个时候 大陆的媒体还比较开放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象 从08年到12年 甚至到1314年 甚至到13年 大概有那么五六年期间 大陆有一个风潮 就叫台湾热 你是有经历的 有啊有经历 你出的书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当时很多人 新周刊出的那个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什么 还有蒋方舟也写过 韩瀚也写过 我也写过 我那个时候 频繁来往于北京和台北之间 然后还得了一个什么台湾的一个什么奖 拿了五万块奖金 那个时候的风潮是什么 就是大陆人民有想象说 我们未来的政治可以照搬台湾 或者学习台湾经验 就是所谓的台湾经验 但台湾经验这个东西很虚幻 这种虚幻要用很多年才能认识到 就是你越了解台湾 你又对中国走台湾道路的那个方向 就越失望 或者是越绝望 不是这样的 当年蒋经国江南案的时候 美国人特别生气 而且你搞间谍 你妈搞到我们美国本土了 你是不是对台湾太放任了 李建民两次跟蒋英国谈话说 大陆已经改革开放了 你如果你再不改体制 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美国也失去了支持你们的理由 为什么蒋经国当时对民营党 那个在原山饭店建党 蒋英国就那么放过去了 因为没有美国压力 就是你内外合法性的双重丧失 对吧 就是内部就是说 你万年国代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吧 然后外部合法性的丧失 就是你美台 当时叫中台断交 对吧 对 而且早上退出联合国了 也就是所谓的 就统中国也不见了 对 就是汉贼不两立 结果发现把自己混成贼了嘛 就退出联合国了嘛 那对于蒋经国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是他要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是以 蒋经国肯定是个中国人对吧 他要承受要跟共产党竞争的压力 对啊 就是如果你再不改的话 万一大陆先命中 你独裁不是做死了吗 对吧 所以蒋经国当时就放任了嘛 对党外其实也比较宽容 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当年 不管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到国民党的47年的宪法 还是32年的宪法 胡盖民写那般宪法 宪政这个目标 是他而皇之地写在宪法里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搞宪政嘛 我们军政 训政 宪政三阶段 宪政是一定要搞的 什么时候搞还不知道 好了 那对于蒋经国来讲的话 只要落实宪法 取消戒言 勘乱条款 这事就成了 等于47年已经行线了嘛 对对对 对于蒋经国来讲 就是把87年 把47年的行线 再行一次而已 所以他的这个民主化 这个转型是 在意识形态上 在党的纲领和文件上面 是有支撑的 对对对 而且都如此的自洽 对 他是很自洽 但是一宪政就在 国民党执政的延长线上面 目标的延长线上面 但是共产党不是这样的 那没有 共产党的远近 仅仅是社会主义 远近是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都不支持老百姓投票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共产党的转型 比国民党的转型难很多 甚至我们都觉得没可能 就是因为 在你这个党的远近目标上 并没有说过这样的目标 所以就是 好多中国知识分子 是看不到这点的 只是觉得说 我们可以学习台湾 可是 蒋经国当年的 内外的双重压力 来自美国的压力 这个没有的 然后你的政党的 这个远近目标 这个是没有的 还有什么 也没有党外运动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党外运动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什么 私有制 还有中产阶级的形成 还有这个 这个原来台湾 很早就解决了 这个土地的 这个财富配的问题 还有什么 还有党外运动 这个是大家强调的比较多的 还有日本五十年 对 这个视角也是 很少有人提及的 那我是到了日本之后 我发现很多日本人很喜欢台湾 发现台日之间 上回咱们聊过这个话题 其实那五十年对台湾 后来的民主转型也很重要 因为它 比方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比方说 虽然我们不能美化这个 致命统治 但是他有的 做的那些实事 还是得承认 就比方说提高了实质率 等等等等 然后让台湾的 近代化进程 一下子缩短了 台湾的那个 那个 现在设施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 大陆 就跟当年那个 东北是一样的 所以这点也是不能忘记 最后后来总结了好几点 就是说 就是内外后 这个大陆一条都不具备 一条都不具备 一条都不具备 这个所以是没办法比 所以台湾经验 那个风潮大概到2013年 2014年左右就不提了 虽然那个时候刚开放自由行 但是在政治上的讨论 就战然而止了 也跟2012年 那个 我们这位上来有关系 就是说 所以就是 就是对于台湾的想象 就是大陆人是 有那么一些 跌宕起伏的阶段的 一开始是很激动 对 然后来认识 你越了解台湾 你又越觉得说 台湾的独特性是什么 它的对大陆的那个参照 其实是 对啊 所以这么说来 其实我们大陆知识分子 就对台湾的那种 亲近感 或者了解的这个窗口期 和中国媒体自由化的窗口期 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差不多 也同时差不多 同时差不多关闭 走下坡路 对同时走下坡路 就是到了2012年 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网媒崛起吗 传统媒体在衰落 我翻传统媒体 就台湾再大的事情 大陆媒体是没有报道的 是没有报道的 这个就能够看出来 或者说那个时候 有很多媒体的 或者说评论员之类的 已经发现了说 台湾 一是不能提了 就是因为上面有审查制度嘛 二是也发现说 你提到的意义也不大 因为确实没什么借鉴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不是批评过 校署批评过很多次 因为校署每次一发言 就说哎呀 我们就劝一个蒋经国 我说这是一个蒋经国 这是一个蒋经国的问题嘛 你十个蒋经国 你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东西吧 别人就是在刻意强调 这个天降圣君的 这么一个角度的话 会让你忽略说 那么多像师明德那样 前不后继的牺牲者和受难者 以及跟台美关系 以及台日关系 这些不太容易看到的原因 恰恰是这些不太容易看到的原因 是比较重要的 我昨天还忘了 昨天跟谁聊 我说你看啊 从三八线到日本海 台湾海峡 那么画一下 会就出现了一个文明的断层 就是日本民智维新 到战后宪法两次 完成了政治转型 台湾完成了 韩国完成了 完成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完成这个政治转型 是因为他们离中国越来越远 就比如说 明智维新不就是脱亚入欧吗 对啊 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不就是脱中入欧吗 对 对吧 就是离汉字圈 离所谓的儒家文明 对啊 越远 然后它的政治转型就 越顺畅 对啊 所以就是 对 其实先跟什么 所以亚洲这个大帝国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中国了 我们只是历史上 存在了亚洲的中央帝国 它给周边地区 形成了非常巨大的 这种政治压力 那周边国家 要完成政治转型的话 那只能是跟它 对 跟它拉开距离 才能够 对 才能够完成 自身的政治转型 我觉得 当时 昨天冒出的这个念头 我可能 未来我在想一想看 有没有可能 把它系统的 写一写 我原来在推特上 没有说过一句话 当然是指这些 移民而认的这些 我说离开中国会越来越好 昨天我又想到一句话 我说 回首日本 韩国和台湾的 这个政治转型的历程 是不是也有两样类似的 差不多 对 真的是 对 去中国话 就是 越完整 感觉他们离文明越近 哪怕是越南也是这样 哪怕是越南 对 Riko这边有什么补充的吗 就刚刚有提到 选举这件事情 那老师多年待在日本 其实我会好奇的是 日本的选举会 比如说像台湾热度这么高吗 或者是他们的选举 有什么 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是内阁字吧 跟台湾其实也不太一样 日本人对政治 比较冷感 他们觉得政治 是那些政治家的事情 甚至日常当中就是 讨论政治话题都会比较少 甚至会觉得 这个人如果讨论政治 就会变得不好玩 就是能感到这种程度 就是因为日本年轻人 他们就从小到大 就过得很舒服 很滋润 然后他们就觉得 政治是有专门的人在负责 因为日本特别强调 professional这件事情 我觉得政治是专门的人在负责 不是孙中山讲的平民之士 也不是说台湾这样的 说每个人都有 一票可以改变国家 对面 日本不是这样的 他们会觉得 这是自己的权利吗 还是他们只是不喜欢 他们觉得权利在那里 我可以不用 投票率很低 投票率是低于50%的 很低 而且你去看日本投票率 历年是逐年走低 逐年走低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政治能感 反正说我可能投了 也改变不了 那我们就算 我就不关心了 一种是政治能感 一种是政治失望 还有没有一种政治满足呢 就是反正现状 这样还没什么可改变的 不 我觉得不满 可能是多的 只是说有点绝望似的 我反而改变不了 我觉得日本在自由化 或者在民主开放程度上 是不如台湾的 日本人不太珍惜 自己的民主了 为什么 是因为日本的民主不是 当然也是挨了两颗原子弹 然后死了十几万人 然后换来的和平宪法 可是他们的心态是 会得罪日本人吗 我不知道乱讲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 就是这个星球上 唯一一个受过核武攻击的国家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 受害者的心态 这种受害者的心态 就会变成说 发达国家 尤其是主导 雅尔塔体系是欠他们的 然后呢 他们没有把这两颗原爆和和平宪法 没有联系起来 没有联系起来 就会 然后这个和平宪法 又是美国人 几乎是美国人 然后直接放 主导的 因为用了六个礼拜 对啊 一开始用英文写的版本 它翻译过去的 直接放在日本的 就是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 不是他们流血争取的 也就是说 日本的民主 第一次是为民之为心 是自上而下的 第二次 直接是所谓的外科手术 直接放过那么一步 战后和平宪法 所以我会感觉说 日本人对于投票权 对于言论权 对于这些 我们特别真实的政治权利 日本人是不太真实 不太真实 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复苏太少 这个复苏太少 不是说 不是说他们死的人少 或者是他们没有爱过越南 他们复苏太少说 他们没有 真刀真枪的 是人民跟统治者之间 去争取权利 哇 人民跟统治者之间 日本是一体的 天皇万事一系嘛 对啊 这个地区跟台湾相差太大了 天皇是万事一系 大家都是天皇的子民 都是天照大神的子民 我们跟天皇是亲戚啊 或者说我们至少都是天皇的 就是天照大神的后代 我们是军民一体的 就是跟天皇是一体的 然后台湾 中国 朝鲜 韩国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人民要向统治者要权利 所以上街头流血 然后坐牢 一代一代这么过来的 日本没出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 日本人不太珍惜他们的权利 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的言论权被伤害 或者是被限缩 他们不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药权的一个过程 台湾和韩国是经历过药权的一个过程的 所以大家会特别珍视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流了血 广州事件什么的 对吧 我们是流了血才换来的 但是我发现 这个贾老师在那个日本估计 就是生活节奏始终还是比北京要慢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这种学术的高度 比学术的高度非常的超过我的想象 然后包括不管是台湾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建立 还有台湾和日本的 尤其是日本的政治能感到底怎么来的 这些问题还有整个就是两岸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我今天不仅是讨论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从一个更高的源头上讨论了 我觉得非常启发我 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贾老师来到我们爱台课 来跟我们分享这些 我觉得感觉我们整个节目的这个含金量都提高了 感谢你拉高我们的平均分 我能做个广告吧 欢迎大家follow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 叫小爱和贾老师 我也会谈一些日本和台湾 对对对 那上面主要是谈台湾也很多 然后谈日本文化也很多 就是大家已经 今天已经凌教了贾老师的整个level 这个就是甩了上官老师几十条件 对对对 共同嗨的 对对对 好我们感谢贾老师带到我们 好谢谢大家 那这里是海太克 欢迎给大家收看这期的乱中有序海太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